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怎么也想不起中间那两个字母 想起韩哲让我在高德地图上带绑定过车牌号查违章 便迅速切换页面去翻查 中途 手指突然僵住 我傻眼了 有一条违章记录带处理 时间是上周五晚上八点十二分 我记得那天是韩哲的生日 也是我俩结婚以来 他第一次在外过夜 这是个什么情况 那天他给我发过视频 说一天一夜都待在奶茶店 忙着堆砌瓷砖整改厨房水管 可违章地点显示在阳江闸坡的高速公路上 他肯定有事隐瞒我 我首先排除出轨这种事 因为平时他表现得太爱我了 打死我都不会相信他会动歪心思 正考虑要不要打电话过去问清楚时 微信突然亮起白灯 是奶茶店隔壁的芙蓉超市老板娘 她很八卦 说下午去我们另一旁新开的美容店看面膜时 看见韩哲特大方 免费送了十多杯茶饮给他们 女店员晶晶 开心的眼睛都快笑成一条线 老板娘的自理行间里有酸味 说不是在嫉妒 只是感叹韩哲如今对他家很疏远 之前时不时送两杯金桔柠檬茶过来 现在哪怕他老公经常到奶茶店找他聊天 也没见他那么大方了 眼见韩哲与娜晶晶走得很近 他好心提醒我小心那女人 别看他个子娇小 样貌不算出众 但是性格放得开 嘴巴很甜 没几个男人受得了这种撩把的 这一字一句看得我心里一紧一抽的 就连肚子里的小家伙也跟着心跳加速 话说 那美容店晶晶 我虽只见过一面 倒也是印象深刻 那天产剪完陪韩哲去办网上平台备案 顺路到奶茶店拿营业执照 我坐在收银台休息 门前罗雀 唯有美容店晶晶见店铺开门 马上跑来 他很熟络地叫韩哲去帮他修水管 人就这么越过收银台 直接走了进来 就插梅掀开遮挡布钻进后厨 因为韩哲正闻声走出来 我觉得真是讽刺 这女的只是好奇地上下打量了下我 就动作娴熟地在我眼皮底下解开那条围栏绳 仿佛是在自己的店铺一样随便 一点都不避讳 也不看看我头顶上那张营业执照写的法定代表人是谁的名字 韩哲看见我脸色难看 故意从箱子里找出锤子等工具 然后态度疏远地跟他说 老板娘在这呢 他有事忙 走不开 这么小的事情让他找其他人弄去 工具都备好借给他 虽然回答得礼貌客气 但我明显感觉到他的不自然 是碍于我在现场 那女人有点不悦地接过工具 撒娇般地嘀咕说 外面的师傅要收两百块 韩哲不是刚弄过自己店铺吗 有经验 也不顺便一下 最后 他见韩哲还是没有过去的动静 只好不情不愿地拿东西离开 敷衍道谢 如果我不在现场 估计肯定缠着他过去 然后没多久 他又跑来点了两杯奶茶 这次保持距离了 没有跨过那条围栏 也没有表现出与韩哲很熟的样子 反而点完餐后 直接坐在把台 跟我主动搭起扇来 他连诸式地发问我原来是老板娘 平时很少见我来 今天怎么有空了 还介绍自己是隔壁美容店的 看在大家邻居的份上 给我面膜和美容卡的最优惠价 我本来就对他没好感 听这话心里突然有点生气了 我一个大肚婆 素着言 这不明摆着用不上吗 他这么问是来挑事的 我虽心里不痛快 但出于礼貌和素养 没立即发泄出来 正准备冷冷拒绝 后厨正在摇雪客杯冲奶茶的韩哲 突然大笑来一句 叫他别打我的主意 我不会成为他的客户 还吐槽我平时不怎么化妆 现在怀孕了更不可能用 之前在家用积分和生日券 对的两瓶护肤水都快一年了 闲置没动过 要是平时韩哲在家这样说 我会当作开玩笑 但在这场合 我就很不爽了 心里本就烧着的一点火苗 瞬间窜成一股火 我是很少用面膜和护肤水 但不代表自己从来不用 用积分和券兑换 是因为那个品牌很贵 可以少花钱干嘛不换 而且囤着是想生完孩子再用 但话从男人嘴吐出来 就完全变味 显得我对自己有多抠 而且还有点不修边幅的感觉 一点面子都不给 没见过这样诋毁老婆的男人 也不考虑下孕妇容易敏感的情绪 我真是越想越气 酸溜溜又赌气地直接拒绝女人 说自己习惯用一个牌子了 不喜欢老幻 语气冰冷带点恼怒 气氛瞬间变得诡异和尴尬 正不知如何继续下去时 韩哲把打包好的奶茶递给她 女人伸手接完 脸上笑得开花似的 迅速麻溜离开 收款时我记住了她的名字 叫什么晶晶 正想得入神 安静的屋子里突然响起一把 偌大的女人声收款17.9元 是手机支付宝商家收款码的播报声 吓得我心惊肉跳 差点整个人弹起来 手不自觉地赶紧抚摸下肚子里的宝宝 她也吓跳了 我突然想起什么 赶紧打开手机一看 果然 付款客户是那个熟悉的庆子 她就像被涂上了毒汁 异常刺痛着我眼 一个开美容店的女人 不是更应该注重养生和保养吗 还天天跑来喝奶茶 我对着手机发出灵魂质问 以前我就问过韩哲 为什么每天的客人只有她一个 其他人都给现金吗 韩哲给的理由是 生意冷淡 除了外卖平台 真没什么人 她贪玩爱吃 刚到美容店打工 也没什么生意 就老跑来买两杯喝的 给她打个七八折 一天的材料 本钱也赚回了 我之前还有点感动 但被芙蓉超市的老板娘这么一挑拨 我突然连这唯一的客人都不想要了 晚上韩哲一进门 我就质问她违章的事情 她先是一脸惊讶 装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然后紧张地叫我打开给她看看确认下 说还没收到短信罚款通知 可能延迟了 我满脸狐疑地盯着她 这演技还挺逼真的 我差点就要信了 然后直接揭穿她 说她那天故意不让我陪她过生日 借口第二天 有食品安全局的人来检查店铺 时间太赶 又临时找不到人 她不得不去亲力亲为整改厨房 那么 哪来的时间开车去阳江 距离那里 一趟都要四五个小时 她有三头六臂呢 还是会分身数 听我这么一分析 她马上大力一拍大腿 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然后一脸内疚地向我赴京请罪 说那天有熟人来借车子一用 回报是帮她加满油 她想着过几天要送我去产检 车子没什么油了 忙着开店 平时上班回家都坐公交 车子一直老停在店外 也该偶尔发动发动 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借给对方开两天 顺便省下一笔油钱 哪知道她会违章 不跟我说是因为怕我生气 知道我不喜欢借车给别人用 我听着不是滋味 但这理由没有任何纰漏 就姑且信她一次 我又问她送那十杯奶茶 给京京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次韩哲突然语色 欲言又止 结果最后吐出的话 居然是惊讶地问我 怎么知道的 我说隔壁芙蓉超市老板娘 都告诉我了 还说你现在都不给他们喝了 经常去讨好美容院 韩哲脸色一变 沉默了一会 想了很久 才终于解释 那天在研究新品 材料做多了 外卖平台没一个订单 怕浪费就免费送人了 刚好美容店来了一些朋友 就去做人情 我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总感觉她吞吞吐吐 像有事隐瞒 但她借口说累了去洗澡睡觉 匆匆结束话题 这让我更加地起疑心 末了 走进浴室前 她回头叮嘱我把芙蓉超市 那老板娘删了 可我偏步 为了守住我的婚姻 我一改往日高冷的姿态 开始频繁地找老板娘聊天 她给我过招 学她那样 带着两个双胞胎 儿子与老公一起开店 腾出间休息室 不大 够放一张床就行 白天随时休息 但目的是能跟自家男人 天天待在一起 让其他女人 没有机会可乘 我发起一个 千把刀扎心的表情 表示这招不行 奶茶电缸粉刷墙 长时间待呢 我怕有甲醇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否则 开张那天 我就跟着去了 大家扯了好久 老板娘又想到新招 说不能盯着男人 那就接近女人的老公 暗示她盯好自己的老婆 我大吃一惊 那惊惊是已婚人士 老板娘迅速把我拉进一个店主优惠群 里面全是一七到三七楼盘的商铺店主 美容店那两女人 在里面特别活跃 尤其是那晶晶 还把自己的老公也拉进来了 捆绑美容卡 推出优惠活动 顺带卖一些游泳 和健身优惠年卡 她老公不属于这一片区域的店主 大家早就想踢她出群了 无奈那捆绑活动价格诱人 大家就睁之眼闭着眼 老板娘说 女人被盯紧了 就不敢太乱来 至少要熬到我生完后 再出来店铺盯紧男人 最重要是保证快生这几个月 老公要安分守己 先守住她的心 才能守住这个家 她的话 真真见血 真的说到 我的心砍上去了 我确实有这种担忧和顾虑 当时我进群后 第一件事 就是在群城园里找韩哲 居然不在里头 据老板娘说 韩哲在晶晶拉她老公进群后 就悄然退群了 她的话 成功引起了我的不安和恐慌 我赶紧按计划行事 加了晶晶的老公做好友 借口替朋友问健身优惠卡的事情 并装作无意中 提及她老婆经常到我老公店铺 帮衬买奶茶 我们每次都打折 她是否也能打个半舌给我朋友 她当然不会答应 最后我以朋友贤贵想考虑下 结束我俩继续联系 一个男人听到自己的老婆 老往别的男人店里跑 多少心里会不舒服吧 我以为目的会达到 女人将有所收敛一番 少来骚扰韩哲 结果没几天 群里就有人出事了 某位店主拍了条短视频发群里 痛骂红色标志车乱驳车 让他车出不来 问谁家的赶紧出来挪车 一瞬间 群里没一个人理会他 但却意外炸开了 因为大家的焦点都被视频里 无意入境的两男一女吸引住了 两男正殴打激烈 牛高马大的那位 随手捡起地上一块方砖 想要砸车 戴黑矿眼镜那男的也不怕 卢起衣袖准备跟对方狠狠干架 一旁的女人捂嘴 吓得尖叫大哭 关键之处 视频突然结束了 大家一片哗然 我的心脏也随着差点骤停 这三人我都认识 壮男是那晶晶的老公 手机微信里有头像 眼镜男是韩哲 女人便是晶晶 看到店主群里 你一眼我一语地八卦着精彩后续 我已经坐不住了 打电话给韩哲不接 发私信给老板娘 居然被删了 此时群里还不停在跳跃的文字 从吃瓜变成了谩骂 有人认出那对夫妻 说他们推销的健身卡 冲了职用不了 有人还爆料健身房实体店 骗了许多会员钱 还有美容店的人当初是 芙蓉超市老板娘拉进来的 大家正四面八方 一起声讨时 我的电话响起 是派出所那边打来的 韩哲和那对夫妻 已经闹到派出所那边去了 我顶着八个月大的肚子 赶紧打车过去 短短的二十分钟路程 我却像在地狱中煎熬地 走了一圈似的 想过无数个可能性的结果 最后心情沮丧一地 如果韩哲真的对不起我 为了孩子 我在难受也得挺过去 孩子都快出来了 能不要吗 突然我又很后悔 早知有今天 我应该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要是婚姻毁了 说真的 我真不知此功后 又不会泡奶茶的自己 带着孩子怎么活下去 搞不好 受了委屈婚都不敢离 越想越忍不住鼻酸起来 怕低视司机看见 我连忙摇下车窗 任凭大风吹干在眼眶里 打滚即将要滑落的泪珠 或者把它硬生生吹回液体 流回喉咙吞到肚子里 我在努力抢逼自己坚强起来 到了警察局 看到鼻青红肿的寒蛇 我心里百感焦急 他看到我也惊呆了 紧张地跑来嘘寒问暖 害怕我受到一丁点伤势的 那紧张样子把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坚强防线 彻底击垮了 我一把推开他 瞬间泪崩 痛哭地垂他胸口 竟然为了别的女人 跟人打架 此时又干嘛 装成申请老公来 恶心我 寒哲呆了 使出力道 紧抓住我疯狂拍打的手 大惊一声 什么 接着 我俩废了一番唇战 以及在警察提供那对夫妻的口供帮助下 才惊醒地发现 原来 一切都是误会 真正出轨的人 不是韩哲 而是芙蓉超市老板娘的老公 老板娘刚怀了三胎 发现老给他送面膜的精精 经常借机来便利店找他 跟他老公有说有笑 因为收了人家的好处 又不好当面拉臭脸 以防他继续撩拨自己的老公 便利用了我 肩夫与精精把中间的奶茶店当作掩盖地 双方都来与韩哲混个假熟 实际两人每天约在一起边喝奶茶 边走路去给小区的客户送货上门 那次借车的人 也是这肩夫 趁老板娘开车回临市老家 拿户口本建档 偷偷送精精去阳江找闺蜜 途中还开了房 而老板娘本想借我之手 敲醒晶晶的老公管好自己的女人 我成功让对方起疑心 查看了晶晶屏蔽她的朋友圈 没捉到肩夫 但抓到她与闺蜜靠在车头前拍的一张海边照 才顺着车牌号去找韩哲的麻烦 老板娘左防右防 终究还是防不住男人那颗不忠的心 听说男人最后被那女人老公 揪出来打了一顿 还说睡了他老婆 那就道歉赔个五六万 刚好他健身卡那边卖亏了不少钱 否则让他超市没法开 后来男人净身出户 老板娘把三胎打掉 离婚带着俩儿子回娘家 投了十几万的连锁超市 一夜之间全搞废了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韩哲在晶晶面前黑我 是知道我心软如柿子 被人家哄几句恭维的话 就硬着头皮买面膜 以及进店主群也是真烦透他们刷屏推销 才退出的 那十杯免费奶茶 是因为长期没生意 店铺材料快过期 晶晶忽悠她过几天 有几批人来店培训学习 到时合作让她优惠提供奶茶 所以才做人情 不告诉我是怕影响养胎心情 那批材料价值好几千 店铺一直在亏损 韩哲跟我说 想起那天仍心有余悸 突然发现晶晶老公要砸她车 她就马上报警和反击 没想到这么大顶冤冒扣过来 爱自己和顾家的男人 一定会管理好下半身 那些管不好的 天天放在身边盯着的 依然会钻各种缝隙出轨 老板娘这件事 也给我提个警醒 女人与其整天花时间 担心男人的忠心 还不如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增值 否则哪天遭遇到变故 至少不会处于那么被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